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其實我們從彩虎的時候 師兄的心情不說很好 因為他們的話都沒什麼話說出來 所以說都自己站著 把他分享說 我們一段時間 都在剛才去打太極軍 阿嬤沒有打太極軍的時候 他可能已經往生了 當下我聽了真的心很痛 那個眼淚真的是往肚子裡面流 因為師兄我都常常說 那天癲的人是要做肺炎 所以我就自己很激薄的 就去收肺炎 就要再去做肺炎 做肺炎的時候 就比較缺難重去收 當初師兄其實空氣很無用 他的腳就常常都會在疼 他在疼他也一樣 可是看在我心裡 我真的很不捨 開車我不能開了 到最後我就跟他說 不然這樣 我們一人分一天 你去一天我一天 一直跟他們分享說 我就代夫出真 以前我們都覺得 受症就像人在讀畢業的一樣 就是覺得很高興去受症 可是當受症以後才發覺說 受症就是這麼開始而已 有人跟我問 你如果要學校長 你如果要做做座長 其實我很平常心 我用平常心的對待我 我沒怕去承擔 我覺得 我們如果要更誠心去邀請 其實都OK 其實大家都說 拿最年拔 我是覺得是最年的拿我們拔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慚愧 要做一個有承擔的人